各位CGNTV的朋友大家平安 欢迎收看戏剧圣经365 与你一起来阅读耶利米书46到48章 46章是远在约亚境王在位的时候的预言 当时神就以定义要以巴比伦作为手中的工具 来展开对列国的刑罚 首先就是 在埃及彻底被挫败后 巴比伦从此成为列国的噩梦 47章是耶利米先知论道神对菲利士的审判 菲利士人的偶像崇拜 尤其以刀割化身体这类的邪术 带来了强大又神秘邪恶的力量 勾引诱惑着犹大百姓的心 48章是耶利米先知讲述神对磨压的审判 洋洋洒洒的共47节 可以想借摩押对以色列的深仇大恨 自出埃及起摩押王巴勒就贿赂了巴兰先知来咒诅以色列 直到南国犹大被灭绝 摩押就犹如蛮刺始终在背 而摩押对犹大莫名的仇恨 最终引来了神灭绝的审判 接着我们就来看圣经的内容 耶和华论列国的话 临到先知耶利米 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戈的军队 这军队安营在柏拉河边的加基米师 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 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靖第四年所打败的 你们要预备大小盾牌往前上阵 你们套上车骑上马 顶盔站立摩枪冠甲 我为何看见他们惊慌转身退后呢 他们的勇士打败了 急忙逃跑并不回头 惊吓四围都有 不要容快跑的逃避 不要容勇士逃脱 他们在北方柏拉河边半叠扑倒 向尼罗河涨发 向江河之水翻腾的是谁呢 埃及向尼罗河涨发 向江河的水翻腾 他说我要涨发遮盖遍地 我要毁灭成意和其中的居民 马匹上去吧 车辆急行吧 勇士就是手拿盾牌的古识人和福人 并拉公的路德族都出去吧 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 要向敌人报仇 刀剑必吞吃得饱 因些隐俗 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 在北方柏拉河边有献祭的事 埃及的民啊 可以上激烈屈辱相去 你虽多服良药 总是突然 我得治好 列国听见你的羞辱 遍地满了你的哀声 勇士与勇士彼此相碰 一起跌倒 耶和华对先知耶利弥所说的话 论到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 要来攻击埃及地 你们要传扬在埃及 宣告在密挪 报告在挪府 达比尼说 要站起出队 自作准备 因为刀剑在你四围 施行吞灭的事 你的壮士为何被冲去呢 他们站立不住 因为耶和华驱逐他们 使多人半叠 他们也彼此撞倒 说 起来吧 我们再往本民本地去 逃躲避欺压的刀剑 他们在那里喊叫说 埃及王法老不过是个声音 他已错过锁定的时候了 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尼布贾尼萨来的事态 必像他搏在众山之中 像加密在海边一样 住在埃及的民啊 要预备鲁去时所用的物件 因为挪服必成为荒场 且被烧毁 无人居住 埃及是肥美的母牛犊 但出于北方的毁灭 来到了 来到了 其中的雇佣 好像倦里的肥牛犊 他们转身退后 一起逃跑 站立不住 因为他们遭难的日子 追讨的时候 已经临到 其中的声音 好像蛇形一样 敌人要成队而来 如砍发树木的手 拿斧子攻击他 埃及的树林 虽然不能寻查 敌人却要砍发 因他们多余蝗虫 不可生数 埃及的民 必然蒙羞 必交在北方人的手中 万军知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说 我必刑罚 挪的亚门和法老 并埃及与埃及的神 以及君王 也必刑罚 法老和倚靠他的人 不要将他们交付 寻所其命之人的手 和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萨 与他臣仆的手 以后埃及 必再有人居住 与从前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的仆人雅各 不要惧怕 以色列不要惊慌 因为我要从远方拯救你 从贝鲁道之地拯救你的后裔 雅各必回来 得享平静安逸 无人使他害怕 我的仆人雅各 不要惧怕 因我与你同在 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 灭绝尽尽 却不将你灭绝尽尽 倒要从宽 惩治你 万不能不罚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第四十七章 法老攻击加萨之先 有耶和华论非力士人的话 临到先知耶利米 耶和华如此说 游水从北方发起 成为掌溢的河 要掌过遍地 和其中所有的 并成和其中所住的 人必呼喊 境内的居民都必哀嚎 听见敌人撞马 提跳的响声和战车隆隆 车轮轰轰 维夫的手就发软 不回头看不儿女 因为日子将到 要毁灭一切非力士人 剪除帮助推罗 西顿所剩下的人 原来耶和华 必毁灭非力士人 就是加斐托海岛余胜的人 夹萨成了光秃 平原中所剩的 雅石鸡轮归于无有 你用刀化身 要到几时呢 耶和华的刀剑啊 你到几时才止息呢 你要入窍 你要入窍 安静不动 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 雅石鸡轮和海边之地 他已经派定你 焉能止息呢 第四十八章 论摩押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尼泥有祸了 因变为荒肠 基列亭蒙修被攻取 米斯加蒙修被毁坏 摩押不再被称赞 有人在西石本设计谋害他 说 来吧 我们将他剑除 不再成果 马德勉纳 你也必默默无声 刀剑必追赶你 从荷罗念 有喊荒凉大毁灭的哀声 摩押毁灭了 他的孩童发哀声 世人听见 人上鲁西坡随走随哭 因为在荷罗念的下坡 听见毁灭的哀声 你们要奔逃自救性命 独自居住 好像旷野的杜松 你应依靠自己所做的 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 基墨和属他的祭司 首领也要一同被录取 心毁灭的必来到各城 并无一城得面 山谷必至败落 平原必被毁坏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要将翅膀给磨压 使他可以飞去 他的诚意 必至荒凉 无人居住 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 必受咒诅 简直刀剑不经血的 必受咒诅 磨压自幼年以来 常想安逸 如酒在渣子上澄清 没有从这器皿 倒在那器皿里 也未曾被录取 因此 他的原味尚存 香气未变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必打发倒酒地 往他那里去 将他倒出来 倒空他的器皿 打碎他的坛子 磨压兵 寂寞羞愧 像以色列家 从前倚靠 伯特里的神羞愧一样 你们怎么说 我们是勇士 是有勇力打仗的呢 磨压变为慌肠 敌人上去尽了他的诚意 他所特选的少年人 下去遭了杀戮 这是君王 名为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磨压的栽阳临近 他的苦难速速来到 凡在他四围的和认识他名的 你们都要为他悲伤 说 那结实的杖和那美好的棍 何竟折断了呢 住在敌本的民啊 要从你荣耀的胃上下来 坐手干渴 因毁灭磨压的上来攻击你 毁坏了你的保障 住亚罗尔德 要站在道旁观望 问逃避的男人和逃脱的女人说 是什么事呢 磨压因毁坏蒙羞 你们要哀嚎呼喊 要在雅嫩旁报告说 磨压变为慌肠 刑罚临到平原之地的 河伦 雅萨 米法亚 迪本 尼波 伯迪比拉太因 激烈亭 伯加莫 伯米恩 伽略 波斯拉和摩押地远近 所有的诚意 摩押的脚看断了 摩押的绑臂折断了 你们要使磨压沉醉 因他向耶和华夸大 他要在自己所土之中 打滚 又要被人吃笑 磨压 你不曾吃笑以色列吗 他岂是在贼中查出来的呢 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 磨压的居民啊 要离开城邑 住在山崖里 像鸽子在深渊口上大窝 我们听说磨压人骄傲 是极其骄傲 听说他自高自傲 并且狂妄居心自大 耶和华说 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的 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 因此我要为磨压哀嚎 为磨压全地呼喊 人必为吉尔哈利舍人叹息 西比马的葡萄树啊 我为你哀哭 甚于雅蟹人哀哭 你的枝子蔓延过海 执掌到雅蟹海 那行毁灭的 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子 和你所摘的葡萄 肥田和磨压地的欢喜快乐 都被夺去 我使酒诈的酒绝流 无人踹酒欢呼 那欢呼却变为仇敌的呐喊 西石本人发的哀声 达到以利亚利 直达到雅砸 从索尔达到荷罗涅 直到伊基拉施里施亚 因为宁临的水必然干涸 耶和华说 我必在摩压地 是那在秋潭献祭的 可那向他的神烧香的 都断绝了 我心腹为磨压哀鸣如霄 我心肠为吉尔哈利社人 也是如此 因磨压人所得的财物 都灭没了 个人头上光秃 胡须剪短 手有画伤 腰束麻布 在磨压的各房顶上和街市上处处有人哀哭 因我打碎磨压 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 这是耶和华说的 磨压何等毁坏 何等哀嚎 何等羞愧 转备 这样 磨压必令四围的人 吃笑惊骇 叶和华如此说 仇敌必如大鹰飞起 展开翅膀攻击磨压 加略被攻取 宝杖也被占据 到那日 磨压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 磨压必被毁灭 不再成果 因他向耶和华夸大 磨压的居民啊 恐惧 线坑 网罗 都临近你 躲避恐惧的 必坠入线坑 从线坑上来的 必被网罗缠住 因我必是追讨之年 临到磨压 这是耶和华说的 躲避的人无力站在西石本的影下 因为有火从西石本发出 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 烧进磨压的脚和哄让人的头顶 磨压 你有磨了 属鸡魔的民灭亡了 因你的众子都被掳去 你的众女也被掳去 到末后 我还要使被掳的磨压人归回 磨压受审判的话 到此为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